古时候这个教学是什么价值观 圣贤的价值观 君子的价值观 现在颠倒了 现在人只需要学会有能力赚钱就行了 做人不要学了 那么社会就乱了 这社会也乱了 地球就病了 你看我们的震报出了问题 一报就跟着出问题了 一报是我们生活环境 生活环境离不开地球 地球在这一年里 种种灾变 是过去历史上没有看到过的 有一些人问呢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佛经上有一句话答案 一报随着震报转 佛这个答案太好了 把你的疑虑通通说出来了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随着你的震报转 震报是什么 念头 我们的意念不善 我们不知道修福 其心动念 因语造作 无不是罪 像地藏经上所说的 我们所造的是什么 那我们所受的就是什么 这个不能不知道 不但在中国如是道 讲这个道理 我们细心就观察 几乎在世界上 这过大宗教经典里面都讲这个 善心善行有善宝 不善的心形有恶宝 在个人 小的 是我们身体得病 病苦 这是小的 大的那就变成灾难了 如果这个社会 大多数人都造作不善 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造作不善的人很多 真正行善的人 几乎找不到 这个问题严重了 叫下一代 先从伦理道德上脚下手 这个重要啊 可是今天你就是想用伦理道德 教你的下一代 就有一定的困难 为什么呢 整个社会没有了 你一家讲了你道德 你的小孩走出家门 这个东西是古老的东西 没用啊 他能相信吗 他能接受吗 你跟七八十岁老头去讲亏 他会点头 是有道理 你跟年轻人讲的摇头啊 他不相信 所以现实的社会 没有能力 没有道德 没有英雄 也没有法律 法律管好人啊 坏人所周法律的漏洞啊 那变成保护坏人了 真正叫现前这个社会 从前毛主席讲啊 无法无天啊 真是这样的 无法无天 到这种状况 那就是 天还是要来管死 还是要管 不管不行了 这个天是大自然 大自然给你带来的疾病 给你带来的灾难 这些疾病灾难 都是你自己自作自受 这不是别人给你的 其实是不太乱惹的 那你带来的疾病 那你带来的疾病 你带来的疾病 就算了 这不是别人给你带来的疾病 那你带来的疾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